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深有体会 最近因为某些事的打击 原本总是自信满满的小义 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 本想跟素有倾诉一番的她 却被素有的一句口头禅给搏了回来 你呀 就是矫情 就是事多 这一句话让她的心情坏上加坏 于是默默地选择了沉默 压在心里 自己偷偷躲起来抹眼泪 后来 她的好朋友从另一个城市过来看她 两人吃过晚饭后 走在回家的路上 小义跟好朋友吐槽了所有的不快 好朋友都认真地听着 时不时点点头 听完她的一番慷慨 好朋友拍拍她的肩膀 说自己也有相同的遭遇 那时她也觉得处处不如别人 甚至还不太敢跟人打交道 好朋友的三言两语就让小义郁闷了许臭的心情 得到了昆慰 经过那一晚 小义终于明白了 和不懂的人说话 说得再多 对方也无法理解 只会冷嘲热讽 而和懂你的人说话 你的心里所想 你的语言又止 对方都看在眼里 了然于心 明白你的人 不会无视你的满脸愁容 不会厌烦你的滔滔不绝 更不会敷衍你的真心倾诉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说的就是如此吧 往后的日子 掏心掏肺的话 要说给懂的人听 耍小聪明人人都会 但能把事情办得妥妥贴贴的 却寥寥无几 生活中 不乏能力出众的人 可大多数人 却更愿意选择 和踏实的人共事 这大概是因为踏实的人 总能让人放心 有一个老木匠 做了一辈子的木工 到了年老之时 他向老板告老还乡 老板想到 刚好有个客人 要做一个精致的匣子 最近人少又不够 便询问老木匠 能不能坐完再走 老木匠想到了 家中妻子的催促 又考虑到老板 对自己的知语之恩 经过一番纠结之后 还是点点头答应 因为归家的日期被拖延 妻子开始发起牢骚 你赶紧随便坐坐 早坐完早回家 反正就算出了问题 他还能追到老家 找我们不成 老木匠笑了笑 坚定地说 既然答应了别人 就要好好坐 这一坐就坐了 整整六个月 就在老木匠和妻子 启程回老家的那一天 老板提着一份大礼 亲子上街相送 并且满怀感激地说 真是太险了 我后来才知道 那是个大客人 做的木匠子 原来是要送给宰相的 要是做不好 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 我还担心你因为急着要告老魂香 会敷衍了事 不过转念一想 你一向踏实稳重 就放心了 果然你的出品 已如既往的好 今日我就是来特地感谢你的 不懈怠 不疏忽 是对他人负责 更是对自己负责 不踏实的人 就算能力再强 也有可能因为疏忽大意 捅出大篓子 需要其他人不断地去弥补 踏实的人 脚踏实地 做事认真 无论事情多小 都尽心尽力地去完成 踏实的人做事 上心 热心 又恒心 与踏实的人共事 放心 省心 又舒心 无论是对刚认识的人 还是多年的好友 即使我们付出真诚 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 但总归是希望对方能够有情有益 若是遇上薄情华谊的人 再炽热的心 也会在一次次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伤害中 变得冰冷 而和厚道的人讲交情 谈感情 会让人感受到 人性真善美的那一面 感受到人间的温情和美好 因为厚道 所以感恩 因为感恩 所以记得住别人的好 因为记得住别人的好 心中满怀真情 所以不会辜负任何一片真心 人这一生 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但将宝贵的时间 花费在谁身上的选择权 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 愿我们都能把时间 花在值得的人身上 我们的温情 大家会在现在 有点儿 有一点儿 又不信心